嗨,大家好,我是蹦妈 说好的明天忙完就要放假了 哎,这又有活干了 楼上邻居想让孩子来我家吃饭 我就想反正中午嘛,给自己孩子也要做饭 一群羊也是放嘛,就一块做吧 还好不多,就三个孩子,就做点简单的家常饭 这块羊肉是我们孩子家长送来的 最近几天考试,正好给孩子们补补 今天蹦妈给大家分享一道 做法特别的清炖羊肉 只需要加两种食材 羊肉清鲜可口,没有一点善味 这哪是剁肉,我看明明是在剧 看来还得再买把砍骨刀 剧好的肉,冷水下锅,焯水 葱姜料酒,可别忘了 有朋友问,肉不是要清洗吗 为什么还要撇掉浮沫多次一举 我觉得如果不及时撇掉浮沫 血沫会粘在肉上,不太好清洗 不知道答案完整吗,欢迎大家补充 倒点热水,把肉块洗干净 肉比较多,我用两个砂锅 把肉块放进砂锅里 加上充足的热水 炖羊肉时加上它,羊肉不腥不山 肉汤更鲜美,它就是鲫鱼了 有一道非常出名的菜,就叫鱼羊鲜 也就是鱼和羊肉一起炖 反倒鱼头,鱼鳍和尾巴,只要中间的这块肉 鱼肉加上葱和姜,腌制一会儿 下锅煎至金黄,盛出 上次把鱼和羊肉一起炖,问题来了 汤里都有刺儿,真的好危险 安全起见,我妈就想了个小妙招 把鱼肉放进料理机,打成汤 岂不是一样的作用 有没有很聪明啊 炖羊肉加甘蔗,您尝试过吗 没有试过的朋友呢,邦妈强烈建议您尝试一下 羊肉比较油腻,而甘蔗可以吸附汤里的油脂和盐分 汤汁呢特别的清甜鲜美,非常清爽的组合 鱼汤倒进锅里,调料不需要太多 只需要再来点党参和当归,补气补血,美容养颜 咱们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喝一点 开中火,一个小时 面粉1000克,酵母8克,水560毫升 烙几张千层饼 千层饼的传统做法就是面擀开后刷油 切几刀再叠起 如果面皮较厚就会出现加生或者层次粘连 甭妈给大家分享个新做法 层次分明,外脆离软 这种一次发酵法 就是面揉好后不需要发酵 直接上手操作 双胚做好后再醒发 一次发酵法既方便又省时 先切一块较大的面团 把剩下的面团分成四份 把面皮擀开擀薄 不要擀太大哦 目测要能放进蒸壁 大油再撒上盐和五香粉 依次把擀好的三张饼皮摞起来 四张饼皮擀好后 什么都不放 直接摞上去 这张最大的饼皮擀开后 同样的刷油,撒盐,五香粉 擀好的小饼皮落上来 一边包起来 你们觉得麻烦吗 我觉得还好 传统的做法我老是做不好 感觉做的这个千层冰 老是会粘在一起 我还是习惯于这种做法 它的成功率很高 皮翻过来刷上一层水 为了撒上芝麻 不容易掉 放上蒸壁 饧发25分钟 其实面基本上已经快发好了 肉炖了40分钟 打开盖子 一点都闻不到山味 把萝卜倒进去 其实加了甘蔗呢 萝卜是可放可不放 不过有的孩子不爱吃羊肉 就爱吃炖萝卜 发了15分钟就发好了 按压不回弹 就可以上锅蒸了 蒸好后 先别着急吃 还差一道工序 上锅烙 您要问我为什么不直接放到电饼称烙 还要蒸呢 电饼称烙饼水分的损毫大 饼发干 上锅蒸也更柔软 蒸出来再烙制 缩短了烙制的时间 并吃着外脆 离软 看包马 竟捞的这卡层病 昧不昧 聊不聊 贼腰吃 赶进来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天天都想过年 最不起眼的凉拌菜 成了年夜饭的新宠 我来拌一盘 我们老家代客的红油 拼盘凉菜 万能凉拌汁 通过凉油 葱姜洋葱炸干后 捞出 温五成热 先把辣椒泼湿 温升高 再次拉一下 这声音太治愈了 滴几滴香醋 刹个花椒油 干辣椒和花椒 热油泼烫 本保鸡人吃 扫子面或是凉拌菜 都少不了的呛醋 炒香葱姜后 把醋呛进去 呛过的醋呢 吃着没有那么略酸 味道更柔和 香味也更醇厚 那儿生抽和白糖 调味 还有一碗蒜水 四样调料就齐了 只需要加一点点的盐 和四样的调味料 又香又辣 爽口又开胃的拌菜 就做好了 过年了 拌一盘 他们都会夸你 因为太好吃了 羊肉也炖好了 加上盐 胡椒粉 和枸杞 我炖羊肉 加了鱼和甘蔗 您还有不同的做法吗 欢迎分享 我们相互学习 提升厨艺 羊肉汤配饼子 他们吃不太饱 再给下碗面 陕西孩子都爱吃面 快出去拿 阿姨 你再做吧 你就吃了就行 不要 不要 给你再咬点 再给我咬两块 你这筋还发挥可以 之前腻子挺好吃的 semным 够不够 够不够 平米